那这个非常的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 我们过去如果到国外看到这个3D裸式的话 它大概都是做成直角 那直角会有一个缝 但我们做成全圆弧形的话 比做直角的难度要多上好多好多倍 所以这个特别要谢谢 感谢我们有达光剑 我们彭董市长的大力相挺 内政部长林又昌出席这座全台最大的 裸式3D弧形荧幕启用 至此时特别肯定制作团队 能在基隆救火车站顶楼 打造出这个大型3D弧形荧幕相当不容易 主办单位智卫集团董市长也透露 整个施工过程的确很艰辛 感谢各团队的协助 让全台最大的裸式3D弧形荧幕 能在基隆华丽登场 而且他那时候在建造这上面建造的时候 我刚才讲过其实气用不好 又是又是刮风的下游 在断时间 然后又是酷暑 所以其实非常辛苦才把它做出来 然后再拼接也是在一片一片慢慢把拧上去 而且他每个弧度都不能跑掉 只要一跑掉各位就看到那个接缝 那最主要就是说 他LED是用目前应该是最高规格的LED 他不止他是防风防雨 而且他的精度是最高的 所以才能呈现这么漂亮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把这个我们跟友达科技而做 把全台湾甚至比日本那个LED还要漂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技呢 整个先带到了基隆 希望能为基隆打开一个新的一个亮点 最大的亮点就是透过这个精密组装的巨大弧形一幕 可以让民众看到生动的3D胖橘猫 这也将成为邮轮客观赏基隆的一个新地标 如果最高点大概离地大概快 应该有快20几米 所以你如果在从要进港的外海那边 看过来应该就看到了 而且它亮度是很高的 这在白天的亮度依然这样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说 它虽然不是灯塔 可能有可能你如果船在进基隆港的时候 很容易看到这个亮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智威是很棒的一个公司 也很开心他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 那这个地方当然是成为一个技标 台湾的最北端 可以看到最漂亮的LED 最大的荧幕 智威集团说 未来将透过这个3D弧形荧幕 带来精彩的影像 制造惊喜与亮点 吸引各地游客来到基隆朝圣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示范